字幕提供 再鋒利的刀都有凍的一天 磨刀師傅本來很重要 可惜現在大多數人都嫌磨刀麻煩 刀燉了就買過把身 所以有喜歡撒價的師奶來光顧 總比沒有客人好 靠磨刀燉食越來越艱難 可以堅持下來的師傅不多 朱伯堅持了三十多年 初一早前 種水分量太多 以前通常一家人一把兩把三把 現在都可以一把用幾年 朱伯種過菜做過地盤 當年兼職磨刀燉外快 今天竟然變成賴以為生的手藝 即使五年前種過風 左邊身曾經癱悶 他都沒有放棄過磨刀 走路拐拐拐拐都不願意拿雙殘津貼 拿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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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 我拿的拿的拿 真的不想像那些 好奇 我鎖巴在那裡用機 那以前我沒有用機 沒有機溫頭吃的 不受工 他住在上水公屋 雖然行動不便 但就會不定期遊走九龍新界擺檔 同一個地方 他每個月只會去一次 拐拐拐拐拐拐拐 鎳這麼重的工具 逃避走 坐了整天 只是見到不少人來圍觀問價 但真正拿來磨的 实际只有四五个人 一个半坦的伯伯都有这份矩持 似是告诉大家 肯磨什么都可以重新变得锋利